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莲 现在欢迎大家收看民意交响曲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主持人蔡小军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您邀请到三位很重要的异作 来到我们现场 跟我们探讨我们的资源分配 捷运交通 还有我们的停车问题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市议员庄景田庄异作 主持人杨一元 陈一元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市议员庄景田 异作好 第二位是我们市议员 杨秀玉 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员杨秀玉 秀玉的庄议员 我们主持人 还有我们的陈一元 大家好 一座好 第三位是我们陈明健 陈一座 主持人 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朋友 大家好 哪一后 一座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的交通问题 不少通勤族 在上下班很痛苦的是 只要你上高速公路 你可能就会被塞在高速公路上 像我们同事就跟我说 如果你七点以后上高速公路 那一定就是塞车 所以他们都会赶在六点前要上去 那我们市议员庄景田就指出 他天天在基隆台北两头走 很能体会这个通勤族的痛苦 所以就建议交通处要解决 最常堵车的无堵及细致上校交流道的问题 我们来看这段影片 早上上班主要在高速公路堵车也是一个小时以上的 开车主要也很痛苦 最重要的堵车有两个地方 因为我几乎每天都会开 从无堵的交流道 细子的交流道 那两个交流道的交直区 处长 你在中央去争取这条路线 到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 目前他们预估应该是说 看可不可以用高架方式就直接穿过去 然后接系五高架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大华系统直接拉 就是跨过这两个 但是这个部分的话 他们还要看用地 这一条高速公路的拓宽工程高架工程 希望比捷运更快 能够取得共事以后赶快来 可以看到我们基隆人通勤组真的很多 所以跨县市去上班 很多就是我们基隆人的日常 基隆内部的需求 还有连外的需求不足 我们要请庄义座先跟我们来谈谈 针对软艺艇建设 有哪些部分是需要加强的 我们基隆市目前 其实交通是常态性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白天 尤其是上下雪早上的时间 到台北上课 上就业的都非常多 尤其是在比例上 我们36万人口早上将近10万人 要通勤通学 那在目前基隆市到目前为止 从来没有很彻底去讨论说 我要通勤结长 怎么样来改善基隆市的交通 所以到目前我们常态性的 我所谓的常态性就是 我们的运人都有 我们的印量也是这样而已 早上只有这几天 但是我们的这个交通工部 除了这个铁路公路 还有国一国三 还有台武县六二县 现有的基隆市对外交通 是这样 目前是这样 基隆市区的道路面积 也是没有更改 所以我们应该从分流上来着手 刚刚VCR大家有看到 是不是能够做高价来分流 让我们的这个车辆能够改善 那你如果运人没有办法增加 运量又没有办法突破 永远是保持在这种现况 所以基隆市的交通 除了应该改善这个分流以外 尤其是我们失去的交通 也是要去检讨 因为我们担心到太多了 停车又是不足 那停车方面希望是说 基隆市应该以国有的土地来改善 所谓国有土地就是现有我们的 这个铁路局的土地 港务局的土地 因为基隆市市区的常态性 堵车就是假日一到 大家都不进来 观光客有时候来了又回去 所以怎么样去改善我们基隆市的交通 应该是市政府自己要长眼的规划 我刚刚特别讲到公有土地那么多 尤其是现在正在建设中的国猛广场 国猛广场这么大的土地 怎么地下室不去开花 我们的城市转运站 这么大的土地面积在开花 那地下室又不去开花 铁路局现有的南北站出口 土地又那么多 也不去开花做停车场 其实基隆市除了市区 我们私底下在谈说 淡房里面也应该去开花 那淡壳也要去开花 所谓淡壳就是像我们 现有老旧设计的停车不足 怎么样去突破 尤其是像我们国家新城 老旧设计 它的道路面积只有四米六米 都是防偶向道 停车本来就不足 那基隆市政府现在你要要求 所有的建商在争取土地面积的建设 应该一户一车位 也是不足啊 所以我是希望是 能不能在现有的国有土地上去花灰 尤其是学校的土地 学校运动场那么大 你可以去开花 所以说我是想说 在通版研讨在荣基开放 应该鼓励建商或是说市政府 自己来突破现有国有土地的利用 这样我们的交通才有改善的机会 是改善交通真的很重要 就是要善用我们的土地 利用现有的土地来进行改善 这是提供给市府一个很好的参考方向 那说到交通 刚才有说到我们都会堵在高速公路上 所以我们有铁道国道1号2号台5线 还有快速道路62线 但是似乎只要到尖峰时刻都是塞住了 所以那时候就来说到的 就是我们的捷运延伸的问题 捷运这一项前瞻计划是否真的可行 我们要请秀玉一座来跟我们分析 就你的观察分析之中 我想刚刚我听这个我们张晏提到 这个交通的问题 我想任何一个城市的一个发展 他都离不开这个交通一定要视通爸爸 那么我刚刚讲到说 我们刚刚庄严提到说 一个地方的一个 我们要做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建设 而不是像我们应该是说 林市长这林市府团队 在将近这七年的一个执政 他让本席感觉 就让我感觉就是说 像是一个只有一个标杆一个点的一个发展 这样是不对的 我们应该是做全面性的一个建设 那刚刚提到说 这个交通 交通我们这个 应该说台铁也好 或者是捷运也好 他们都是轨道建设 那刚刚提到这个捷运 轨道建设的一个基本原则 它是不能够重复路线的 他们享有他们的一个路权 那我想林市长在2014年 2014年他选举的这个 到现在2021年 已经将近七年的时间 从这个捷运 南港捷运到基隆 到2017年 抛出这个80亿的这个前瞻 轻轨 到现在 那时候提到说 2022年会完工 那到现在还在纸上谈兵 我是觉得一个有为的政府 应该要地能尽其力 我们要全 就是整个基隆市 七个区 应该要去找出他们的特质 那我们七堵区 土地面积占了 本来大约 应该是说占52%左右 那因为我们之前 有拨一些的一些 腹地给那个安乐区 我们现在的目前的腹地 也将近有50% 所以我们腹地非常的大 腹地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未来的一个基隆的发展 一定要以七堵为复都心 这个一定 这是未来我们这个 市府一定要去做一个完整的一个 长远的一个完整的规划 这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讲到这个区块 我要提到说 就是说在这个整个 我们在这个案子 这个可以说是我上次在提到说 真的是这个捷运规划像月亮 初一十五不一样 周而复始 到现在 还在谈巴督到这个基隆这块 巴督到基隆 巴督到基隆 现在提到说没有腹地 我把这个腹地把它形容 就像我们的这个动脉血管 动脉血管阻塞 它已经没有所谓的这个 没有腹地了 你怎么样把它撑开 你是不是要从七堵两轨共够 就所谓的绕道手术 我们的交通是应该是要分流 四通八达 这样才对的 这样才能够真正解决 我们基隆是37万的这个 这些的这些 市民的一个 一个他们的一个交通的一个便捷性 所以我觉得说 我们市政府不要一直在闭门造居 应该去倾听我们地方的声音 到底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路线 你看台北的这个信义计划区 未来的基隆市 未来台北市的第二个信义计划区 就在经贸一路 就是在南港展览馆的这个附近 他们也是用市地重划 都根 包括我们的产占联合开发 我们七堵 这么多的这些货柜集散中心 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善用 我们的这个怎么腹地 怎么样来让它规划好 让基隆未来的发展 从七堵开始 我觉得这个市政府应该要去审视 不要再浪费时间在这个纸上谈兵了 但是这感觉就是 像在玩弄基隆市的市民 是 交通分流这一件事情 大家都一直很关心 怎么样让我们的交通 可以达到最大的效益 现在左眼的不只是捷运的问题了 那再来看看 其实我们的交通内部的需求 还有连外的需求不足 民建义座 其实它也有做了很多的功课 有没有什么建议要给我们市政府 就如同刚刚我们主持人 跟我们庄义座所提的 几乎我们49.3%的通勤署 都是到外县市 不管是就业跟就学 但是一部分除了是利用 我们铁路的运输系统之外 大部分都是使用到我们公路面的 比如说私人载具 跟这些乘坐我们捷运公车 跟快捷公车这部分 道道都是要利用到我们的公路 所以刚刚我们专业所讲的 整个不管从安乐那边过来的也好 甚至于从62甲 从东岸那边上来的 到无堵交流道上来的 全部集中汇流到我们 汐止收费站的时候 不堵车才怪 所以我跟赞议员同样的一个想法 高屋价道路势必一定是要建 能够分流把这些车辆 能够尽速的往台北市 新北市做就学就业的 这样的一个分散 刚刚也提到我们杨议员提到的 我们绝运这个问题 不管绝运盖或是不盖 就如同刚刚我所讲的 我们聚容市的交通运输的工具 大部分都是私人载具 就是所谓的自小客车 要到我们新北市跟台北市 但是我非常好奇的就是说 如果将来我们捷运真的兴建之后 我们这些原本乘坐台铁系统的 跟我们乘坐客运的 这些人流跟自行开车的 这些私人载具的人口 它能够移转多少的比例 能够到我们的捷运的运量上面 根据我自己搜查的一个资料 大概这部分可能能够移转的比例 大概只有5%到7% 所以你盖这个决运 它的效益有或是没有 这是我非常好奇的这一点 所以从开始80年 一直研究基隆决运到现在 到今年我们卸任的林嘉隆部长 所谓台铁基杰共存 这样的一个构想到底到最后能不能执行 我比较质疑的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集结的一个效益到底在哪里 将来兴建之后 乘坐的人口流量能够到哪里 所以刚刚我们义坐 中义坐也提到我们室内的一个停车位的一个问题 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探讨的 根据到我们上个月底 在基隆市我们自小科车数 总量就有89,348辆 机车就有185,673辆 但是我们目前可能工的停车位格 大概5,951 所以大概还有5万多个车辆 机车这个需要一些停车位 所以如何在我们基隆市 能够兴建这个停车塔也好 或是停车场也好 我想将来待会 也许还有其他的时间 我们可以再更细的 能够更清楚的来做这样的一个探讨 是 不管是对内跟对外 其实都要好好的去解释一下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对外的交通 义坐他们很用心 为我们准备了照片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张照片 这是市政府现在规划的 捷运民生细致路线图 我们请张义坐来跟大家分析 看到这张图我就知道 这个捷运 其实是不是适合基隆 我们是一定支持 因为分流捷运也好 轻轨也好 刚刚成岩也好 但是时间 时辰我们不敢保证 不过基隆跟台北是一个城际的交通 所谓城际交通就是我要直接到台北 那捷运一般像新北市 我们一般谈淡水线 你看 它每一个站都有景点 每一个站都有观光客 每一个站都有居住的环境 市民可以坐 如果像刚刚看到那个石城 13个站 基隆到松山20公里 40分钟铁路 其实我们的这个交通业者很多 我们有台铁 有国光 有大都会 有这个福和客运 其实他们如果正常来运作 也足够我们基隆市36万 因为我们只有监风时间不足 其他的时间其实乘客有限 如果看捷运这样做 不如来做台铁的这个服务方 台铁有第三轨道 第三轨道 如果成绩交通你从基隆直接直达台北 应该20分钟就到了 如果用跳蛙式应该也是30分钟 那用驱间车40分钟 如果这样化简为反 不要简单的事情那么复杂来做 其实捷运不是我们想象中说几年可以好 我们可以看到了 新北市的三返三线也盖了那么久 那基隆是不是适合 我刚刚特别提到我们是一定支持轻轨跟接应 但是如果以现况基隆市36万的人口交通来看 台铁服务化应该是最快的 因为第三轨道你直接 我刚刚特别提到 你不需间车才40分钟 你只打20分钟 跳蛙也30分钟 而且又很快可以达成这个任务 那其他这个业者也不会排挤 其实金融市一直在争取这个快捷公司 我们也支持 但是快捷公司包括1088 2088 1579 它排挤掉几个 我们安乐器的R85都减班了 R86 R82都不上信服罚程 这表示他们没有客运客运在 所以排挤到他们的业者 这个可能也是一种 讲说实在的 到底你是支持这个业者 还是在霸凌这个业者 业者他如果没有赚钱 他是不可能去营运 可以看到我们基隆客运也在减半 所以基隆市的交通 其实应该长远来规划 我特别强调台铁这个最快的速度 应该可以完成这个工作 应该是政府要去规划台铁这个捷运化 就是跳蛙式的跟直打 这样早上的需求 很快就可以达到我们目前可以改善的部分 是 刚刚益作讲的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就是到底是支持我们的业者 还是在霸凌我们的业者 这真的是可以好好地深度来探讨 那我们的杨秀瑜 杨益作 他其实也有准备很棒的图 要跟大家来解说 那其实现在的捷运 跟他心目中的捷运规划 到底有什么落差 我们来看看 一座 那么我想刚刚那个 我们庄宴提 刚刚PO上的那个第一张图 我在上一次的总资讯有提到说 现在目前我们市政府 规划的这个捷运的路线 它是在同一条轨道建设 就像我上次讲 我用个形容词就是化石的天主 是多此一举的 从南港到基隆的这个 整个台铁这个 这个整个区间 这是非常地便捷 没有所谓的这个 不便利或者运能不足的问题 我们真正的一个交通是 应该是分流 四通八达 应该是要打通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任督二脉 任督二脉打通 那现在我刚刚提到说 从八堵到基隆 这个已经 已经动脉已经主射了 那你动脉主射 那边没有腹地 你怎么撑开 你撑不开了嘛 你撑不开了 你应该要从七堵火车站 这边两轨共够 从这边分流 七堵的土地 我们的腹地这么大 怎么样来做一些 四地重画都根 那基隆的地形又是丘连地 也不是很高 其实你要怎么样完整规划 刚刚提到说 这个应该是说 我们国际游轮母港 也因为这二十多年的兴起 那也多了很多的外国游客 我们号称说 一年大概一百多万嘛 我们怎么样把这一百多万的人流 这外国游客留在基隆 捷运它是可行的 我们今天要做一个 完整的一个 长远的完整的一个规划 就是我们要像台北 金战转运站一样 要商办住共购大楼 怎么样我们结合企业来开发 我们才有所谓的自筹款嘛 我们金融市政府 请要从哪里来 就是要结合这些企业 共同开发 联合产商开发 包括都根 市地重画 我们的所有的经费来源 就是从这一些的 整个自筹款 就从这一个整个 这一些的整个规划上的 一个经费来源嘛 所以我希望说 我们政府要拿出良心来 我想每一个 我们不是在公家单位上班的 这些一般的社会人士 对这个交通也是非常的了解 我们要真正的做一条 真正能够造福我们金融市市民的一个捷运 对我们金融未来的发展 那是很难想象的 它未来的发展会非常的好 这政府有没有真的要去做 这规划一条 规划一条捷运 不是三天两天三年五年 至少要十年十几年以上的 所以你在规划的整个过程 要用完整的 长远的完整规划 而不是在纸上谈兵 化瓶冲击而已 所以我刚刚讲说 我们要认多二脉要怎么打通 要从七堵 火车站台铁 这边分流出去 你怎么样去规划 政府就是看你愿不愿意去做而已 我相信我们金融市市民 一定会支持政府 未来金融的发展 就是靠捷运的 我个人认为 是 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张图之后 就可以看到的腹地发展 你心目中的那个想法是什么 对 那想法是不是 因为刚刚他提到说 比如说我们七堵 我们七堵像那个旧那个什么 台铁的那个旧台铁 还包括那个港务局宿舍 包括那个临近乡街的那个 有一笔那个空军的那个 空军的一个基地 这林林总总加起来 包括我们光明路台铁这个 整个南港站七起重划这边 有很多的土地 加起来林林总总两三万坪 所以未来我们的捷运应该是要从七堵这边来做一个连结 它是可行的 只是说我希望说市政府不要闭门造句 应该是多倾听 倾听我们在地的这个声音 这样来共同来大家及时广益 我相信未来基隆的发展七堵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 所以我希望说我们政府要真的要听进去 而不是每次开会都是开一开讲一讲而已这样子 我觉得我希望说未来 我们还有刚刚提到说我们的经费来源 就是所谓的变更都市计划 产占联合开发 还有产占周边的市地重划 我们标售的土地就是我们的自筹款 联合开发所得的收益 这就是我们新建 我们的这个民生系指线 这个捷运到基隆的一个新建成本 我们不可能完全都是靠中央的一个经费 我们地方也有地方的自筹款 那我们七堵有这么大的腹地 怎么样来善用它 这才是真正的解决捷运的问题 而不是在一直讲这个台铁的路线 这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假议题 所以我希望说我们政府要拿出良心来 这两天的疫情真的也让我们 真的值得审施 我们做任何事情真的要 要以人民为主 人民是我们的老板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发自内心 发自内心的为这些老百姓做事情 对 没错 我们看到交通的问题 交通的问题当然 关注的就是民众住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基隆大型的社区 是陆续增加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社区停车空间的开辟 还有社区的休闲场所如何更完善呢 这个议题我们要请我们的专一座先跟大家来分析 其实交通跟停车都是一体的 那我们基隆市我跟老旧设计 一直从大型的设计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去开发停车的问题 一开始我也提到像最近的公共建设我们也没有利用 当然市政府有在仁爱国小 新一国小新币地下停车场 那其他现有的公共建设 我是希望是说尤其在社区型的这个农机部分的国有土地 公共有土地应该提出来做停车塔 因为基隆市到目前也没有看到一个比较 因为仁爱区 爱区路有一个停车塔 其他像我们市区里面的大型的以外 社区型的完全没有 那社区尤其是近年来这个医化 卷取达人特别多 尤其是现在学校在上下学家长接送这个学生上下课 卷取达人也在红线上照相检举 那这个也影响到家长的心态 那学生上课我只是带他到学校 让他下车走进去学校 这样红线当然不能停 那像市政府除了停车空间以外 红线也要去考虑 应该像上下学这个区块要给他防线 暂停三分钟以内不用开滑 所以像市政府在这个停车 尤其特别是我们的这个道路面积 我刚刚讲六米巷道 他只能做消防巷道 你根本就不能停车 所以没有办法解决现有 尤其是现在生活水平 一家都有两部 三部 七车以上 那停车空间不足 唯一能发挥的就是我刚刚讲学校 我是希望说每一区都有一个停车塔 有一个停车场 每一个学校停车场 运动场都开放为地下停车场 这样来解决目前我们基隆市停车不足的问题 所以可以看到停车不足不只在我们市区 其实在各区也都有发生 七土区是不是也有 还是还好 其实这个因为七隆地形的因素 丘陵地嘛 所以我们真的是在停车这个方面 真的是很大的问题 就刚刚我讲七土这个区块就好了 我们七土陵峻的这个腹地这么大 包括我刚刚提到说七土火车站旁边这些 就台铁的这个宿舍 还有这个我们的那个港务局宿舍 包括那个刚刚空军基地的那个那块地 现在放在那边都是在自身蚊虫 怎么样 我们要做一个长远的一个完整的规划 我们要地下化 空间概念 我相信是可以解决的 而且我觉得大众运输非常的重要 你要让人 让我们民众做大众运输的习惯 你要把这些的硬底设计要做出来嘛 我们只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捷运的一个系统 我们以后我们的这个一般的汽车就可能 就不会那么多了 就不会所谓的交通阻塞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捷运真的要做一个长远完整的规划 要真的要真的是真的去做 而不是只是画饼冲击 纸上谈兵 已经浪费了一二十年了 而且这个捷运是一变再变的 真的是感觉是在戏弄基隆市的市民 我希望说真的是政府要真正拿出良心出来 好好的为我们基隆市市民 规划一条真正能够让我们四通八达的一个路线 造福我们所有基隆市的市民 好好规划真的很重要 那当然也包括了要帮人民来争取他们的活动空间 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一段影片 就是我们成名建义众的多处市府 来成立我们的原民文化健康站 在我们几个热心的一个志工 在去年这么热心的来去争取我们中央这样的一个补助 甚至于我在这边还是要偶漏一下我们社会处 要不然每次总职训中没有没有夸奖他也不行 就是我们社会处很多长照的一些志工 也协助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关怀站的一个设立 他也建议我们不如会把这样的一个层起拉高到中央 健康站因为是我们首次设站 所以这些的成效还没有让中央能够很立即的看得出来 所以对于我们服务的对象人口大概都局限也都在20到29个的这样的一个老人的一个名额里面 但是我看我们基隆市原住民这些老人的分布 不是只有在我们中正区 甚至于在六个地区 如果是以55岁以上有一千八百多个人来算的话 都散布在我们七个行政区 但是单单以一个文化健康站两个照服员 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能量来去的话 我想其他的区域也可能是会有一些loss掉 这个是我们今年当然是必须要加强的 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个为老人服务的这个机构 不管是我们文件站也好 甚至于是我们关怀站也好 我们当然是希望这些站点都是能够是老人家能够走到的一个地方 甚至于他想去就是能够在行的安全方面 都能够到老人家都没有无后顾之用 但是在这边我还是为这些老人家来请命 因为在月务报告里面 我们同仁也跟我们民政处王处长 这边也持续我们基隆市这个文件站的设立 这样的一个情形 在这一年当中 目前我们已经从三月份到现在的六月份照顾的老人 并不极限在只有在二十九名之内 只要是我们能够造福得到的 不管是中正区甚至我们欺读 在软软跟甚至在安乐 我们都一并的 并不一定他是属于服务的对象 我们会排起会拒绝他 像这样的一个老人 上去在各方面都是我们要服务的一个对象 所以可以看到益座他就在市议会很为原民来发声 来争取这个空间 但是很多原住民的朋友 其实都向益座来反映 他们的聚会空间很严重的不足是这样吗 在这边首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有关文件站这个就是等于我们地方上的 长者的一个关怀站一样 因为我们要设立一个原住民的一个长者关怀站 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多功能的 除了去照顾到我们长者的一些身体的状况之外 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些文化的因素 跟这些传承的功能能够融入在里面 所以这个我们就称为是原住民的文化健康站 另外我们在全国的原住民人口数大概有17万人口 将近一半的时间已经到都会区 所以我们都会区的文件站较为比较少 而基隆在去年的3月份成立这个文件站之后 很多的长者都反映 希望在他们临近的地方能够设立这样的一个文件站 让他们白天能够拖劳 能够让小孩子安心的这样的一个上班 就如同刚刚我们主持人讲的 但是这样的一个场所要争取要寻觅 真的也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这次的这个文件站 我们用了我们中正区原住民会馆的五楼 这个地方能够帮我们中正区也好 跟安乐区软软临近的地区的所有的长者 能够在文件站里面在日间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照顾 除了这个文件站的设立之外 我们原住民真的是比较崇尚与大自然 而且有很多有一个分享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希望假日他们能够拥有在我们住家的附近有个场地 能够让他们做一些休闲的场所 甚至于做一些文化记忆的一个场所 甚至于他们这些语言教学的这样的一个聚会所 所以除了在我们中正区有这样良好的一个条件之外 但是在其他的六个行政区里面 目前本席也极力的能够争取到区区都有一个聚会所 在区图区我们也争取到了 而目前我跟庄议员在安乐区也极力的在我们的道轮 神灵运动公园的附近 目前已经找到这样一个一块地 也正在规划当中 希望在今年年底能够进场来去做施工 在软软的地内35号公园 我们也跟我们软软区工所有初步 能够征集到30号公园的其中一小块 能够作为原住民的一个活动广场 甚至于有意向主题这样的一个雕像 让大家都能够认识原住民的一个文化 来认识原住民的一些活动 所以这样的一个聚会所的一个寻找 除了在议会上 我们也希望各区区工所能够 为我们原住民能够共同协力 来争取这样的一个聚会所的一个兴建 所以可以看到艺座真的很用心 他已经在暖暖区走到30号公园 然后跟我们的庄艺座 在安乐区大五人森林附近 有找到了一个场所 我们要请庄艺座来跟大家分享 其实陈明建议员是唯一的原住民议员 他管辖是基隆市七个区域 所以我们都很支持他 尤其是我们三位也是都是民政小组 所以原住民 其实我们也一样的 不管是原住民 不管是我们市民 其实都是我们基隆市民 但是在生活这个面向有一点不同 刚刚陈英也特别讲 他们的生活一般都接触大自然 那像我们道伦森林公园的设施 目前其实除了篮球一般的球类以外 很少跟他们有相似的 那刚好我们道伦 这个北欧高桥下又有一块空地 那我们跟陈英雅 跟当地的里长也会堪 给高空起争取到了 现在我是想说 市政委应该在经会上一次完成 不要像道伦森林那样分三起 因为他原住民的生活 比较大自然的方向 会比较简易 但是设系在安全上应该更好 从原住民会馆 我们可以体会到 原住民会馆到目前 不是一个很成功的会馆 陈英雅也一直在争取 你看现有的色彩物在那里 停车在那里 他都不进去原住民会馆 表示这个原住民会馆 没有值得他们进去参考的地方 其实我们到中南部去的原住民 他们的表演活动 都是人山人海去参观 那我们这个原住民很可惜 阿根纳也在那边 和平岛工业也在那边 所以应该是政府 在经费上的预助 要一次完成 让这个规划 尤其是我们安乐区 到目前我也是想支持陈英雅 你一次把它规划看多少钱 我们再一起来跟处长 跟市长 来希望他一次的设计 能够把它整个工程 让我们安乐区的原住民 其实也不少 像陈明天局夫 選局也好 平常跑安乐区 跟我们都一样 所以他是全区的 所以我们非常支持 这个陈英雅在各区 所争取的这个游乐场所 尤其是运动场所 希望市政府 能够更支持他 对 就可以看到 益座都很用心 就是要争取 我们属于我们的原民朋友 他们所要的聚会场所 那当然就是经费益主 那当然看到这个土地 接近这个大自然 要带大家来看看 我们的七堵区了 我们七堵区 其实江子辽农社 就是让益座们很多的话要说 我们来看这一段影片 就是江子辽农社案 让我们的秀玉益座很痛心 市长所讲的 你们要用最严格的一个审核标准 我想台湾省现在目前最严格的 一个水保祭司公会 是中华祭司公会 不然的话你们亲自送给 送到中华祭司公会 让他省看看 你看会不会过 十公顷你光是用目测 他就不可能是五级 不可能是五级破以下 或三级破以下 你既然这个案子 会让他通过 人家说要吃水 我们要拜求逃 你们这样子做法 你们不怕要触怒三神吗 当然我没有说什么合不合法 你当时应该用安全疑虑的一个考量 你可以用严格的一个审核标准 用更严格的审核标准 你这个案子应该要非常的细腻 光是一般的这个都市内的计划 都市计划内的一个建地 光是要送到你们都化处 要去申请 最少到两年以水保计划 最少到两三年以上 何况你这个是一个这么陡峭的729 一个海拔729 是一个小百月之一 这个案子也是创有史以来 地上户三层楼 还有挖地下室 专家专台湾 现时第一座的一个集村浓舍 还可能还有电梯 未来可能还会有这游泳池 你光是这个社会舆论 你怎么杜众人悠悠之口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规划下的这样的三年集社 我们要请我们的杨依座来跟大家 我身为企图是选出来市议员 那么我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关心 我们欺读江子寮三 那么江子寮三 他算是我们基隆市第一高峰 海拔729 那么我想这一次的 我们的林士卜 团队 会让这个江子寮 这个集村浓舍 让他通过 我们一般的民众是废宜所思 他的水堡会过 包括他的建造也让他过了 现在还在开发中 十公顷的土地 我们一座山林是靠这个盘根错节 蛮屌的嘛 那现在你把这个十公顷的这个整个 这一片土地 整个斩草除根 连根拔起 所以让我们这些 我们这爱护山林这些山友 可以说是非常的愤怒 那么我想去年 去年出到现在 延烧了这个新冠疫情 已经快过一年半了 那这几天 这一个礼拜 可以说是台湾 现在真的是四面楚歌 无孔不入 每个人都是可以说是真的是 人心慌慌 所以我们这个新冠肺炎 这关系到我们的呼吸道 我们大家都知道森林 森林是一个 是一个芬多金 也是让我们 让我们这个 人民健康的很重要的一个 休憩的一个场所 那因为去年的疫情的一个 一个串延之后 我们才知道说森林的一个重要 那为什么我们基隆市政府 会让这个集村农舍 全台湾省最夸张的 最夸张的一个集村农舍 让它通过 他盖的集村农舍是 像豪宅一样 他有挖地下室 包括有电梯 还有摆平的停车场 还有所谓的这个游泳池 五年之后还可以变卖 那我们所谓集村农舍 这些农有 他们的定义是什么 据我所了解 都是一些工研院的一些教授 他们在开发的 那这些工研院的教授 他们真的是农民吗 这一点都一直让我匪夷所思 我们政府在做任何事情 只要服务我们基层的老百姓 基层的这些老百姓 我们今天能够当政治人物 能够当卫民服务 这些的舞台 这些的平台 都皆是来自于我们基层老百姓 一票一票打从心底支持我们的 我们要莫忘初衷 真正的为这些基层做事情 而不是为这些特定人 这些所谓的这些法案 来做不同的人做不同的解释 我相信 我希望我们这个吉村龙社这个 已经通过了 你未来 未来的这个整个状况 不要说我们林市长 你在一年多就卸任了 到最后没有你的事情 我相信我们这个都有三省的 绝对不能触怒三省 我们未来的 你知道我们现在的山游 每去爬一次 每次就开骂一次 所以我本身也是非常喜欢登山 因为我未民服务没有什么时间 所以我希望说 我们每一个政府 我们每一个执政者 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 都要非常的只是心里去思考 它未来的 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后果 这些事情都要是很心灵的去思考 不要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做什么 一切皆是为了这些老百姓 这些人民 一定要切记莫忘初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在江子来山的部分 那我们中央一座其实在安乐区 或者是其他区 也有很多这样的山林开发 那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其实发展地方建设是一个过程 一定要坚固这个流过程 才会有地方的发展 但是江子寮集村农舍的 整个申请方式 让人家像杨姨也特别提到 整个大自然的山坡 你的开花怎么那么简单 直到就取得 它一定是合法可以取得 问题是说水土保存的申请 一般的水土保存 像山坡地的 我们道伦工业区的山坡地 现在是山坡地解放 那水土保存的申请不是三两天 尤其是它在整地 在开发过程中的工程施作 一定要配合我们一般的法规 那整个这个大自然被破坏 所造成的污染 让地方的民意代表压力很大 所以他们认为说 一般的水土保存 像老百姓如果水土保存 挖一个水沟 它就被开花六万块 而且要恢复原状 而且要经过再申请 至少要一年半到两年 那整个这个 将近十公顷的土地开花 怎么那么顺利 又要盖别墅 其实它是农村集社 不是我们一般看到的这个别墅 所以让人家想象中说 这个是不是有这个案外案 是不是跟一般的申请都不一样 所以在地方的民意代表压力这么大之下 我们去现场会看 但是看起来整个面目是完全有一点脱离 像它的这个道路引到这个污水问题都没有处理 整个都流到水果 所以说市政府是不是说 让这个开花的工程 大市民 尤其是当地七土区的民意代表的说明会 让市民更了解 因为业主其实他很无奈 因为我知道都取得了 我应该可以顺利来施作 怎么这个阻碍那么大 因为你的申请还是你的施作 跟人家可能有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是认为说在认定上 在施作上 水族保持的这个申请 尤其是这一次我们突发处在业务报告 有二十几位同仁发言 有的申请三年都还没有申请到 既然你申请到了 施作又那么简化 所以让人家想象特别多 我是希望是说要说清楚讲明白 陈明建议之后 这个题目叫做山林被一个我想蛮贴切的 因为基隆市的这样的一个山林也不多了 如果不是我们议会到现场会看 我根本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 基隆市的农村的这样的一个新建 陈鲁刚刚我们扬眼所讲的我们所有的起造人 就是建造人也好 大部分都是中原院的一些学者 所以我不禁不得不怀疑 他们是不是利用这样一个学者身份也好 对于法律的清除也好 他们是不是所谓法律上有一些是叫法律的规避 他们在灰色地带的这样的一个法律里面 来去做这样的一个集村农舍这样的一个案例 我也很担心说将来这样的一个集村农村 能够在这种新建的时候 势必是不是第二个地方 人家还是可以按照这样的案例来去申请 所以在这边有点是像量身定做 这样的一个法规式量身定做 在这一点难怪我们其中其实杨议员 特别的非常的愤慨 在这一点对于这样的一个案例 我们会极力融合 以后会多多的去关注 所以我们陈艺座不只关心我们的森林 而且我们还看到了争取我们的原住民各项资源 艺座他很贴心 他就是准备了很多我们在运动会中得奖的照片 要跟大家来分享 但是资源是怎么样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照片 我们请您建议做来跟大家分析 艺座 我们今年3月19到22号 在我们宜蘭县 举行了两年一度的全国原住民的一个运动会 我们基隆市也派了很多的队伍 不管是棒球 男子女子的烈球 慢速烈球 还有传统射箭 垂球 跟传统舞蹈等等很多的项目 最重要的 待会大家会看到一个照片就是 我们的传统拔河的比赛 就是一些垂球 就是传统射箭 都有得名的 最后传统乐舞 原住民的舞蹈 这是我们的篮球拿到第三名 去年是第五名 今年是第三名 所以今年的成绩非常的棒 五金 这个就是我们传统拔河 公开男 跟公开男女混合组 今年是二连霸 在全国这么多高手如影之下 能够传统拔河二连霸 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这是冠甲军之战 这是整个比赛的最后压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争取原住民的各项资用 我们在我们的体育部分 的确是很亮眼的成绩 但其他呢 我们要请易卓来跟我们分享 这边对于我们今年 这个全国原住民运动会 当然还是要感谢我们教育处 不管在装备上跟服装上跟经费 也能大力的这样的一个资助 让我们运动员能够尽力的 来去出赛 这是特别先肯定 我们教育处的这样的一个协助 但是对于我们整个成绩的 这样的一个鼓励 但是在这里还是 跟我们教育处来建议 因为根据我们基隆士 运动竞赛奖励金合发的一个办法 有分为全国运动会 跟全民运动会 跟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 跟全国原住民运动会 但是这样的一个整个合发的 基礼的一个奖金 但是各有不同 所以在这一点也非常的纳闷 这一点是不是 事后会跟我们教育处 在议会 甚至于在本席总执行上 跟教育处来极力争取 全国原住民运动会 在各项成绩上的鼓励的一个奖励金 比如说我们冠金的一个奖励金的差距 真的几乎一半的这样的一个金额 所以在这一点 我希望我们教育处能够在这个合发办法里面 将来能够做这样的一个修正 尤其刚刚我们看到整个传统拔河 两队这样的一个二连霸 真的非常的一个不容易 但是对于这个二连霸 连霸拿到冠金的这个奖金里面 在合发办法第16条里面 并没有把全国原住民 这一项的竞技的一个运动里面 做奖励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所以这一点我将来在议会 为我们原住民的朋友跟队员要极力的争取 不管在GU成绩上 我们选手跟教练的一个奖金 甚至在连霸的奖金上 会在议会为我们同胞做这样的一个极力争取 也希望我们将来这样的一个整个体育活动 能够在基隆市能够蓬勃发展 代表我们基隆市 不管是全国运动会 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 全民运动会 全国原住民运动会也好 能够在整个体育的资源充沛之下 让运动员能够全力为基隆市 奪得更好的一个假计 是的 就是争取我们的软液体设施 让我们的基隆更能发光发热 那当然人民的事就是政府的事 为人民争取就是最大的重要 我们要请我们的庄艺座先跟大家分享 其实在安博区有很多的建设 也都是这样透过这样的争取 才能够来营造更好的家园 还是希望我们共同能力 为我们基隆的生活品质能够提高 那我希望在建设方面 尤其是交通 像我们安乐区 国在市场空地那么大 附近长庚也好 我们这个税务局前面的空地 都希望来做停车塔 那现有的学校像五轮国小 那个农镇国小 长乐国小 这个都是我们老旧设计的学区 尤其是安乐国小 都可以来兴建停车场 那现有的我们这个情人舞 外幕山这些公共设施 能够增加我们的这个卫生的这个厕所 到目前现有的都在山上 那旅游的旅游到山下 他为了上厕所都要到山上 已经走下来 还要再走上去 他没有那种体力 尤其是长辈 所以在公共建设方面 也希望市政府 能够共同来努力 改变我们的生活品质 那最近的疫情那么严重 也希望大家做好防疫工作 尤其是从本身做起最重要 是 真的防疫工作 大家都要有责任来进行 我们要请杨秀英 杨毅做 争取 为人民争取幸福的事 我想我一直以来 我从政治快清理的时间 我一直来都是 站在基层的一个角度在做事情 所以我希望说 我们政府真的做任何一件事 都站在我们这些 基层老百姓的一个思维 那么我刚刚他提到说 我们地方的一个发展是交通嘛 那交通这个是我们七度 我们的一个地理环境的一个条件 那未来 我们 我们未来基隆市政府 我们常常讲说 没钱万万不能寸步难行 我们一个市政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要怎么样帮我们 进入市库赚钱 就像我们一个家庭 爸爸出去外面赚钱 一个企业也要赚钱 你没有钱是万步 是寸步难行 所以我希望未来的一个市政府 怎么样在我们的市库收入这个区块 怎么样要去做一个完整的一个思维 七度区是非常重要 也是未来一个副都心 在交通也好 包括我们的腹地这么大 未来要做什么 青年住宅也好 或是社会住宅 怎么样再来这个连结 我们所谓的再来 所谓我们这边应该都是一些老旧 我们一些老旧的一些民宅 再慢慢的来都更 怎么样来做这个完整一个规划 我觉得政府未来应该要朝着这个整个思维 去这个方向去做 希望说我们政府应该多倾听民意 我们一切我们做任何一件事 都是站在老百姓的一个感受 而不是都只是这个画饼充饥 都是用一个画素 说你要给我们什么 给我们什么 就像我们今天要买的一间房子 那我要装潢 我不是要你那张设计图 花20万的设计图 我是要花几百万的这个房子要装潢好 我要真正的住进去 我不是要的是你这张设计图而已 我要的是你有给我实质上 我真正的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个生活层面 我觉得政府是要做这样的事情 而不是在画一张图 我这个未来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见解 是 所以要倾听民意 最重要的是要帮我们基隆市来赚钱 来增加我们的市库 所以是否还可以多想一想 最后一分钟吗 请民进一座 在基隆市 我们原住民都已经把它当作是自己的第二个故乡 所以不管安居或是成家或是立业 都是以基隆这边为主 所以我们也希望在基隆市市政府里面 能够以原住民的观点 能够制定一个有关基隆市原住民 一个发展的一个自治条例 不管在语言的方面 文化教育跟精健就业的部分 能够预行的这样的一个法规 让我们原住民在基隆市 能够永久的安居 能够认为基隆是一个幸福的一个城市 而最近疫情非常的远近 也呼吁我们观众朋友要戴口罩 勤洗手不勤聚 让大家一起共度来度过这个疫情 的确共同防疫人人有责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三位翼座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相信翼座的建议会让我们的基隆越来越好 我们下次见囉 拜拜 - 营养化碳终结者 - 能够讲提醒您 - 能够讲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 - 酒驾罚很大 - 一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哦 - 二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 三酒驾在犯聚检及聚策在犯 -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 没入该车辆 - 四酒驾重新考照 -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 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 不得再申请考照 - 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 酒驾零永远 - 内政部警政组关心您 - 我也需要喘口气啊 - 我快撑不下去了 - 一九六六 - 我是干案管理师 - 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 - 你一个人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 - 你偶尔会需要储材 - 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 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 - 每次只需要负担两百元就可以了 - 两百元? -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 - 我不在的时候 - 妈妈没有人照顾 - 真棒耶 谢谢 - 随大主吧 - 好啊 - 和你 走 - 小心药 -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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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哥 你赶快 - 走 走 走 - 走 走 - 在一九六六的协助 - 从富能照顾服务的协助 - 以及我的高血压高血糖 - 都在营养师的照顾下 - 都一一得到了帮助 - 现在我要跟我的孩子去庆祝了 - 这样就好了? - 对啊 - 都给你帅就好了 - 其实啊 - 现在生活里 - 越来越多使用行动支付平台 - 那会不会 - 以后我们出门就不用带钱包了? - 当然啊 - 现在电子金融及行动支付虽然方便 - 但还是有它的风险存在的 - 是哦 - 像是造假的网址及APP - 还有网路病毒啊 - 密码外泄啊 - 这些啊 - 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虑 - 所以使用行动支付 - 就像交朋友一样 - 要交心不能只看表面 - 啊 - 爸爸出院后该如何照顾他呢? - 别担心 - 回家后的长期照顾 - 我们来帮您安排 - 长照出院准备服务 - 评估您家人出院后的照顾需求 - 出院三天前完成评估 - 连结长照服务 - 像是居家服务 - 居家护理 - 居家附件 - 简易生活辅具租借等等 - 符合资格者回家一周内 - 就可以得到长照服务 - 长照出院准备服务 - 安心出院不担心 - 赶紧出院不担心 - 赶紧出院不担心出院不担心 - 赶紧出院不担心出院不担心出院不担心 - 赶紧出院不担心出院不担心出院不担心 自从搬进社会住宅 每个月我可以多汇点钱回家 有管理员 有公社 甘龄居住得很好 最重要的是 我要做爸爸了 等孩子出生 还可以申请三房的房型 让幸福住进来 社会住宅 营养化碳终结者 NCLE奖提醒您 无碍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 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NCLE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剧检或剧册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册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在犯 剧检及剧册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2000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公人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